拜登总统 尊敬的各位同事 很高兴应邀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 气候变化给人类生存和发展 带来严峻挑战 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一是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大自然孕育抚养了人类 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 二是要坚持绿色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这是朴素的真理 我们要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 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 三是要坚持系统治理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沙 是不可分隔的生态系统 我们要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 维护生态平衡 四是要坚持以人为本 我们要充分考虑各国人民 面对美好生活的想往 对优良环境的期待 对子孙后代的责任 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努力实现 社会公平正义 增加各国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拜登总统 我们是要坚持多边主义 我们要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 以公平正义为要旨 以有效行动为导向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和巴黎协定 努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六是要坚持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石 我们要充分肯定 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所作贡献 照顾其特殊困难和关切 发达国家应该展现 更大雄心和行动 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 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前不久 中美发布了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 中方期待同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 共同为推进全球环境治理而努力 拜登总统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走生态优先 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 中国将力争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 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的时间 需要中方付出 艰苦努力 中国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率先打风 将严控煤电项目 14.5.17 严控煤炭消费增长 15.5.17 逐步减少 中方将承办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地约防大会 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6次地约防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我坚信 只要心往一处想 敬望一处始 人类必将能够应对好气候环境挑战 把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留给子孙后代 谢谢您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大家